天氣冷嗖嗖 臺北市長柯文哲 卻是一身禁裝 出現在臺東 拜訪有意參選 北南鄉長的張家瑋 品嘗特產鳳梨世家 好吃到再來一盤 其實這只是柯文哲東部單車特訓的 其中一站 因為二二八連假 他就要挑戰市長任內最後一次的一日北高 簡短拜訪休息後 柯文哲繼續上路 但政治生涯的下一站 大家更關切 柯文哲的新婦 立委蔡壁如 日前在民眾黨代表座談會上 曾說成立黨的目的 就是將柯文哲送進總統府 這是他餘生最大的願望 我本來是想說寫一封信給黨代表 然後大家凝聚一個共識 我當然是希望柯主席能夠 我為了二零二四來選總統 大家一起來即時光益 先把二零二二的選戰紮根打下來 柯文哲的太太 陳佩琪也在臉書發文 說柯文哲已經講過 是直接準備 不選才是新聞 黨員支持做太太的也不例外 那柯文哲到底是怎麼想 儘管柯文哲還是沒鬆口 但身邊的女人可都已經幫忙柯文哲表態 華視新聞張志勤黃昭盛 台北台東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即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